9月5日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河套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 舉行新聞發布會 規劃主要落腳於深圳園區 但其中具體內容與香港息息相關 具有推動、扶持與示範香港園區的重要作用 第一是重視一區兩園格局下深圳園區與香港園區的聯動 從交通、地理及管理措施等多個圍道主動向香港靠攏 第二是強調以人為本將提升園區內科研人才生活便利程度 塑造國際化科研生活社區寫入規劃之中 河套深港科技園將會是香港在創科領域實現真正突破的一次重要契機 客觀上香港發展創科產業系天時地理人和 得天獨厚的移居氣候與交通變節的地理位置 完善的金融機制 以及備受各國人才青來的發達城市環境 唯獨缺乏的是一個健全、豐富、寬容的創科平台 而深港科技園恰恰填補了這個短板 因此無論是特區政府還是社會各界 尤其是本地大學的科研力量應該把握好這個機遇 善用深港兩地間的科研資源 盡早以實際成果向國際展示國家的科研水平 如果大家對議題有任何意見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再見 再見